一个庙堂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粉墨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戏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 第三百五十六回 一栋寂静别院中 灯火通明 大厅内红烛粗如婴儿手臂 只是空无一人 一名英气勃发的年轻人 闲来无事 他徐徐走到书房之中 从脊囊中抽出一只短脊 握在手中轻轻的旋转 他带着四季精锐护丛 从冀州一路南下 遭遇两场大雪 第一场降雪时 他们还在江北 鹅毛大雪气势磅礴 第二场就到了江南 千柔无力 这让自幼生活在险恶边关的他 对江南印象更糟 沿途见识了不少文士的风雅行径 这些只懂咬文嚼字的著重 在他眼中啊 就跟当时那场雪一样雷弱 根本经不起他一只短脊的自杀 他这次南下之行 自然有人会不断放出风声 使得他冷不丁 由一个边镇轿位 有望成为风马牛不相及的武林盟主 他自己都觉得荒唐可笑 只是想起父亲的叮嘱 不得不按部就班行事 到了山庄以后啊 一波接一波的访客来屈炎覆势 他勉强跟头三波 根本没听说过的江湖人士聊了一下 实在是不堪击扰 就干脆啊 闭门谢客 他走到没有眼上的窗口 这座院子 别看只有四名休息的记住里家护送 可暗中角落去聚集了不下十位赵沟 他自嘲一笑 拿短脊敲了敲肩膀 我李火黎 这次算不算是奉天成运的 地面微颤 李火黎没有沉思 墙壁忽然裂开 等他提起转身 一只手掌按住他的额头 他整个人瞬间双脚离地 被推向靠大厅一侧的墙壁 脑袋比后背更早的撞在墙上 一名赵沟率先破窗而入 目瞪口呆 燕宝绍宝主李火黎 摊靠在墙根 死不明目 墙壁上留下一滩下滑的腥红血迹 李火黎尸体所面朝的那一壁 有一个大窟窿 十几名赵沟聚集之后 面面相聚 隔了三栋院子之外 先前乘牛车而来的老儒士 正挑灯翻书 他猛然抬头 双手掐绝 摆放在隔壁书桌上的一柄古箭 穿过墙壁飞到手上 春铁草堂谢灵珍 禁银剑道大半生 不过极少用剑 此生誓剑人寥寥无几 西蜀剑皇是其中之一 这柄剑呢 是赠给小徒儿当初的拜师回礼 谢灵珍本来是打算快雪山庄试了了 就跟闭关弟子借来一用 去跟冬月剑池宗主决出胜负 也好让天下人知道 春铁草堂啊 不光做得武林盟主 他一人一秉剑 就足以让草堂跟剑种剑池 在江湖上并驾齐驱 剑破壁而来 胆大包天的刺客 也随之破壁而至 任您是金刚性蹄破 又如何 依然大大方方的坐在椅上的谢灵珍 他冷哼一声 抖暗一剑 剑气如一幅泼墨山水 画尽大好河山 那恶辽竟是硬扛剑气 无视剑尖指向心口 仍是遗壮而来 谢灵珍震怒之下 剑尖剑气骤然激荡 气管长虹 不知何方神圣的杀手 再度让草堂老人惊骇 心口抵住骨剑剑尖 不但没有刺破肌肤 通透心脏 反而将长剑压出一个如同鱼背的弧度 姜是老的辣呀 这谢灵珍一势剑崩 他脸回剑尸 连人带衣往墙面划去 椅子已经是支离破罪了 老人已经一手拍在墙上 一手持剑不退反进 扑向那个头戴雕帽 面容年轻的陌生男子 那个不知为何要以命相搏的年轻杀手 一手推出 谢灵珍心中冷笑 一剑穷尽 毕生剑 以酣肠淋漓 雕帽杀手任由一剑透掌 他栖身而尽形成一个好似肩膀扛剑的古怪姿势 用头撞在谢灵珍的头上 怦然一声 谢灵珍脑袋敲在墙上 但他同时一剑横扫 就要削去这年轻人的头颅 剑锋里那人脖子还有一寸 灵力剑气 已是掀发而至 在他脖颈之处划出一条血槽来 一袭珠红袍子出现在两人身侧 四臂握住剑锋 不让谢灵珍古剑刺一丝毫 雕帽杀手一掌向下斜切 随后身形急促后撤 被刺出一个洞的手掌 划出长剑 杀手从墙壁大坑之中向后掠去 寒风猛窜入屋 桌上那盏灯火飘摇不定 灯灭 只留下一具被拦腰斩断的尸体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庭内光线辉煌 照应的那块琉璃地板绚烂多彩 林洪元置身其中仿佛道教典籍上记载的 静流离世界 他想着是不是返回龙宫后也一呼喽化瓢 玉池独泉喝酒喝得心不在焉 眼角一直撇向外浪 天色昏暗 那边还没挂起灯笼 他犹豫着是不是借口去见他一面呢 举起酒杯时他嗅了嗅 急忙转身望向外浪 就想要站起身来 林洪元轻轻扯出玉池独泉的衣袖 后者满脸的焦急 说是闻到了血腥味 林洪元闻言后心思急转 以那个年轻魔头身不见底的身手修为 快雪山庄就算是卧虎藏龙 能让他受伤的高手也屈指可数 谢灵真算一个 李易白算半个 但外郎除了两次地板振动 再无其他动静 难道是有人潜伏湖底 阴险偷袭了徐凤年 一击得手之后便后撤了吗 否则总不可能是那家伙闲来无事 驾驭飞剑刺杀湖中 鱿鱼带出的血腥气味 林洪元也被勾起了好奇心思 他犹豫了一下 就对玉池独泉使了个眼泽 二人一同站起身来 往外郎走去 夜色渐沉 如同天上仙人朝大地丢下一块黑布 好在厅堂外郎相通 烛光和流光 好似是肥水外流 那外郎景象随着湖面寒风扑来 致使灯光摇曳 而明慧交暗 依稀可见徐凤年端坐在椅子上 轻轻的扭动着手腕 林洪元眼间 瞅见他手上绑有一块棉布 玉池独泉 他火急火燎的问 怎么受伤了 徐凤年轻描淡写的说 啊 地华 不留神摔了一跤 玉池独泉惊讶的 啊了一声 一脸的愧疚 林洪元心中感慨 这姐姐要是被丢到江湖上 还不得给那些个披人皮的豺狼虎豹 吃的骨头渣都不剩啊 那徐凤年站起身泪 他笑道 我送一送你们 这会儿啊 庄子什么人物都有 不放心两位姑娘 林先子先前讲 他们龙公祖师爷有说过 知人知命不知心的话 别看进入快雪山庄的 大多是正道人士 说不定啊 那就有伪君子 更别提那些个 义正义邪的江湖散人 咱们呢 也顺便的逛一逛 庄子赏景送人两步 对了 我得先易容啊 你们稍等片刻 林洪元心中冷笑 伪君子得过你啊 那徐凤年转过身 将一张生根面皮覆面 转头后变成了一个 相貌清雅的读书人 御痴独拳 微微的张大嘴巴 这时候啊 屋内传来了一阵匆忙的脚步声 庄主御痴良府 看到女儿安然无恙之后 明显如是重负 只是眉宇间 机遇沉重 他假装的漫不经心的说 要是爹没猜错 是称周而来啊 独拳 哪有你这么见贵寇 也就是小林公主 见多识广 不跟你这个当姐姐的一般见识 御痴独拳 难言一笑 跑到御痴良府身边 亲泥的喊了一声爹 御痴良府低头瞪了他一眼 然后迅速抬起眼帘 笑望向年轻白头的书上 哪怕有一张热情笑脸 可眼神也跟看待女儿之时 有天壤之变 徐凤年双手插袖 低头弯腰恭敬行礼 龙宫采离官 有幸拜见庄主 林洪元笑着解释道 左警算是纳兰先生的得意门声 南唐道以外 兴许都不太熟悉左公子 当初进入龙宫 咱们的意思呀 是随他挑个位置 左公子眼光奇特 偏偏挑了个 还不如御独官的采离官 说是采结离珠的说法 更讨喜 对他们这些志在 科举夺魁的世子文人来说 更喜气 我与御池姐姐喝酒 约门有一个时辰 左公子光顾着 给咱们当门神了 还是御池姐姐的面子大 御池良府眼神冰雪消融 顿时温热几分 韦时是纳兰先生这四个字 对黎阳朝野来说 都太过高不可攀 南唐道名副骑时 第一人说是纳兰又辞 而非燕辣王赵炳都不为过 即便在南疆那边 赵炳的眼皮子底下 纳兰先生堂而皇之的 剑阅之势何曾少了呀 否则藩王入京之时 也不会是纳兰又辞乘坐马车 而燕辣王担当起护驾骑士 如果说这个左警 真是纳兰先生的高徒 那么御池良府对他的重视 甚至得要超出林红园 这个位置尴尬的小林公主 御池良府抱拳轻声道 庄子上出了些意外 不过有左公子 在小女的身边啊 良府也就安枕无忧了 等处理完手头事务 良府再来与左公子赔罪 好好痛饮一番 徐凤年点头道 不敢不从 御池良府离开院子 对门口静候的老管事摇头说道 独权没事 遇上个叫左警的年轻人 林红元说是纳兰又辞的门上 不过龙宫这次就算有所动静 也只是针对雀敦山 况且龙宫也绝对没那份实力 连沙里火梨和谢灵真两人 这两位背后势力 岂是偏居南江一域的龙宫可以撼动 如果真是纳兰先生的惊天谋钻 哪怕真是龙宫所为 也不是快雪山窗可以插手 咱们这些朝中无人依附的江湖人 动辄覆灭呀 老管事忧心忡忡 实在想不出 谁有这般手腕和胆破 谢灵真虽未在五平上露面 却也是一等一的顶尖高手 纯铁草堂更是与新任兵不上书 牵线大桥 离火梨估计身手平平 可既然有朝定这张保命符 谁敢再太岁头上动图啊 庄子这次恐怕处置不当 难免要被各方势力迁怒 少不了一些趁机浑水摸鱼 和落井下石 庄主得好好的相好退路 静安王一直有意 让快雪山庄投靠王府 庄主是不是 玉池两府神情复杂举棋不定 他停下脚步望着挂在树枝上的一盏大红灯笼 全无喜气可言 他重重的吐出一口浊气 无奈道 如同做生意 本想借着这次推选武林盟主给庄子带来声势 到时候就可以自己寻找买价 价高者得 静安王迫切想买 咱们不愁下价 他可以依着自己的脾性眼光不买 如今要是落难 再转去看静安王府的脸色 就怕快雪山庄得贱卖了呀 若是一买一买一道 甘喜也就罢了 我如今就怕 就算买给静安王府 那位年轻藩王 若是记得当初山庄的不识趣 给庄子穿小鞋 我可知道这位藩王 有高人在幕后运筹帷幄 执政清明 有口节碑 比起老藩王丝毫不差 可观其言行 心眼心胸 似乎不大呀 人无远律必有尽有 我这个当家做主的 就怕以后 败徒祭祖的时候 根本无颜面 推列祖列宗啊 老管事轻声宽慰道 燕宝那边 已经派人动身去 请静安王府调兵前将 希望能一锤定音 相反数千铁记忆来 只要杀手露出蛛丝马迹 插翅难逃 怕只怕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此时已经逃之夭夭了 一名庄上心腹管家 匆匆的捎来口气 庄主 燕宝这边 才出庄子不到十里路 就被静安王 麾下赤猴截下 原来静安王 早已调用兵符 让青州水师 清朝出洞 战船在二十里外 湖面一字排开 只是江上大雾 才没被人察觉 更有四千余亲戚 掐住各个路口 和数十只赤猴 分散各地 一有风吹草动 就可以收网 玉池良府惊喜之后 苦笑道 这位静安王 真是神机妙算哪 原来快雪山庄 成了一座鱼塘 只等大鱼上钩 就会给拖到岸上 老管事感慨道 如此看来 朝廷那边 对这次选武林盟主 并不是听之认之 可能我们都低估了 朝廷要让李火黎 成为江湖发号 适令者的决心 谢灵真和李一白 说不定都是陪太子 读书的角色 掩人耳目而已 不过是让朝廷 燃指武林的吃相 更好看一点 庄主啊 有一句话 我还是得说 福祸相依 快雪山庄 要想匹基太来 原水解不了进口 只能赶紧选择 静安王府 这座匹林靠山呢 毕竟这位春秋以后 第一位世袭 网替的新藩王 在京城那边 颇为得宠 御迟良府挥手让那名 后制管家退下 他犹豫不决道 我再想想 老管是焦急的说 庄主 许知 实不我待啊 御迟良府浮现怒荣 口不择言道 难道真要让独权 给那个始终对母妃 念念不忘的 年轻藩王作妾 这样靠卖女 得来的荣华富贵 御迟良府 做不出来 老管是浸若寒蝉 他未探一声 出此下策 虽说保全了山庄 却是苦了小姐 御迟良府拍了拍老人的肩膀 欠一道 老刘 知道你对庄子忠心耿耿 可我就独权这么一个闺女 她又是随她那早逝娘亲的 至熬性子 我这当爹的 怎么都得让她幸福些 加个真心喜欢她的穷小子 也好过嫁入万事不由己的将相侯门 女子做扶贫 有几个能开开心心过日子的呀 老管事点了点头 御迟良府狠狠地揉了揉脸颊 沉声道 再等等 外廊这边相比御迟良府和老管事的深陷泥潭明面上就要轻松许多 御迟狠狠 毛遂自荐 说是称州就可以到达他的住处 可当他走进栏杆一敲 立马傻眼了 当时兴匆的登岸 忘了系上那条江南水乡的乌棚小舟 大概是呼风吹拂 这会儿哪儿还有小舟的踪迹呀 这让弄巧成拙的御迟独拳 翘脸仗红 不敢跟徐凤年林洪元两人对视 就在此时 雾矮之中一抹乌黑影迹 缓缓穿过雾气 出现在众人视野 一名言轻俊义的道人 玉树林峰站在船头 妖际也跟精致竹笛 有几分飘渺出尘的仙人风姿 天下道统以祖庭龙虎山为尊 天下道士自然以披子带黄的龙虎山天师为贵 眼前年轻道人 虽未穿着象征天师府真人高贵身份的皇子道袍 可那分气度 即便是指着龙虎山寻常道人的洁净装束 也能让人一眼望俗 林洪元微微眯起眼 以便遮掩他的幸灾乐祸 郑主来了 最良好苦 草草般马虎 多少天意过苦 共鸣碧露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